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吴老师 那很多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呢 会打开不同的窗口来分享很多的信息给学生 那今天呢我会教大家如何分割你的电脑屏幕 就是你在你的屏幕上面可以同时看到不同的窗口 这样的话上课起来会比较方便 第二个的话就是很多的老师会问我 你是怎么得到很多的教学资源的 你是从哪里学校这些信息的 那今天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时去哪一些网站学习一些教学的信息和平台 如果老师们觉得我的这期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 希望老师们给我点赞评论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及时更新 那好,我们接下来今天的视频 好,老师们可以看到现在我有两个页面打开 但是的话我来来回回看会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我现在如何要把这个两个页面同时放在一个电脑的屏幕前 首先跟老师们说一下 这个我用的是MacBook 那对很多的苹果电脑的老师是适用的 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看到我们这个扩大窗口的键 你要长按这个绿色的扩大窗口的键 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个分割页面的蓝色的小框框 所以我们把这个拖到这个蓝色的框内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页面已经拖在这边了 那这边呢,你就可以把它打开 它就两个页面就会同时出现在你的电脑屏幕之前 那我给老师们分享一下 这个是我经常看的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给大家walk through一下 这里面推荐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非常的有用 首先第一个就是Designing Online Learning的class 就是GOA GOA这个课堂呢,是免费的,完全免费的 这是我在上一段时间注册的一个账号 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信息 它一共有四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是Design for Student Agency 第二个单元是Design for Wayfinding 第三个是Relationship 第四个是Assessment 所以这里面的信息都还是比较有用的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course它会一直open到星期五的April 3rd 所以如果老师想要注册参加这个门课的话 也可以注册参加 那给老师看一下 我平常会去哪一些地方找信息 我会打开这个Module 1 Module 1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一些老师的视频啊 一些模式啊 那比如说它这里有Big Idea 那Big Idea里面也有很多很好的信息 我都会去walk through 还有Big Idea 2 还有3 它有很多的 比如说Big Idea 1里面 它就教大家做这个school schedule Big Idea 2里面就教大家怎么用zoom Big Idea 3里面它教大家怎么用loom啊 flipgrid啊这些还有padlet啊 其他的一些教学工具 我认为是比较是合适我们的老师们 老师们不用花很长的时间 只要根据你的需求去看你需要focus在哪一个module 所以比如说我要focus在测试方面 所以老师们就可以专门看测试方面 这是第一个强烈推荐给大家 GoA的Designing for Online Class的Learning 第二个的话是Temporary School Closure Support 一个Facebook Group 老师们可以参加 第三个的话是International Educator Share Resource Google Doc 我在这个右边也已经打开 这个Doc的话非常的有用 里面有很多有用的信息 比如说Facebook的一些Group 因为毕竟我们在欧美国家 所以英文的老师占多 所以英文老师分享的资源也会比较多一点 这个Facebook Group我强烈推荐 现在目前已经有三万四万的人了 所以里面每天分享的信息都非常的多 还有的话他会针对不同的年级 他有给老师们分享一些链接 非常多的资料在下面 还有不同的教学平台 老师们用过的一些推荐 有一些什么特点都在里面 这个的话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我的视频下方 所以到时候老师们可以自己去研究和探索 第四个的话就是如果使用Google Hangouts的老师们 他现在这个Premium是到7月1号 所以有一些具体的专门支持我们这个特别时期的一些线上教学的课程 所以的话老师们可以关注一下 第五个的话就是我之前介绍过App Puzzle 我说过App Puzzle只能给老师们免费的使用20个视频 那因为这个特殊时期App Puzzle它也有新的政策 如果老师们想要upgrade到App Puzzle Pro的话 看这个网站 他对老师是有帮助的 还有Book Creator它也是有90天的免费 Cahoot也是帮助那些线上教学的老师 有一些政策在 还有Zoom 很多的老师问Zoom现在到底有没有40分钟的实现了 现在是没有 针对于你的学生 免费的账号是完全没有40分钟的实现的 所以你可以上50分钟60分钟没有任何问题 还有Book Writer 很多的这个软件它对于我们这个特殊时期 对我们的老师的线上教学都有一定的支持 那我也会把这个网站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老师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好最后要讲的就是 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分割屏幕分割画面的话 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把鼠标放在中间这个黑色的分割线上面 老师们如果想把左边的屏幕变大一点 我们就可以把它往右推 老师们想把右边的屏幕变大可以往左推 非常的简单和方便 最后的话就是如何exit这个分割屏幕的功能 很简单拿出你的四个手指 然后往鼠标的滑标往上移一下就可以了 就能回到你的主页面 非常的简单和方便 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